請接著來看一下 其實包括在這幾天 我們都持續關注的是 有關於OPEC OPEC方面 其實整個阿拉伯地區的部分 突襲式的減採石油這個部分 對於美國來說 基本上可以說 投下一個非常經濟不穩定的炸彈 但是現在油價上漲了 美元走扁了 但是現在幸好是這幾天的部分 是美國股市當中 基本上還算穩定 並沒有一個崩盤式的出現 不過現在來看一下 美國國債收益攀升 沙烏地跟盟友意外減產的 通膨效應的擔憂度 基本上還是很高的 那麼這個減產的部分陰影 那麼也使得聯準會的兩難加劇 包括他們整個通膨的陰影 整個物價上漲的部分 油價也上漲都知道 所有的東西都漲了 那麼最可怕 壓力最大的 當然就是葉倫了 那麼不過拜登最近說 沒有那麼糟 究竟是他感覺沒那麼糟 還是他沒有巨大精準的判斷力 那麼這一波對於美國經濟的部分影響 在整個邏輯推論上是有的 當然美國並不會坐以待斃 他們會怎麼樣來面對 特別是最近美金漲破了2000美元 又帶來一波新的漲勢 我們來看以沙特為首的 現在所謂油霸 統刀美元 在這裡頭可以看到 到2023年底 究竟每一個相關的阿拉伯 相關的國家減產的幅度 大家已經商用一株具體的數字了 對於美國的影響 那麼他們這一次是完全 沒有看美國臉色形勢 而且這麼做的目的何在 是為了美國來嗎 當然現在其實有很多的 國際上的評論都說 這一次的無預警的宣布減產 就凸顯了美國跟沙烏地 阿拉伯沙特的矛盾加深了 而且也有人說為什麼要這麼做 也有人提到說 沙國主要是因為他們對於先前的銳性 自己虧了300億 想透過漲油價彌補損失 也算是一種陰謀論 所以在這裡頭 究竟這裡頭會為沙國 他們自己的利益 還是背後也有俄羅斯的意志 在這裡頭驅動呢 那麼現在都知道 中國大陸對於穆斯林阿拉伯國家的 取得非常大的進展 在整個政治方面 包括伊朗跟沙特之間的關係 包括最近敘利亞的關係 那麼各方面的部分 在先前我們看到 接下來伊朗沙特的兩國外長 即將要見面了 之後就是外交部長見面之後 就是總統或所謂國王要來見面 是不是即將有更多的鋪路 那麼特別是像伊朗這樣子的國家 目前有個很有意思的 除了大家都是產油國有錢之外 目前有個很有意思的經濟模式 捆綁它是什麼概念呢 它現在就是說 比如說沙國投資伊朗修高鐵 沙國投資 那麼伊朗拿到這個高鐵 他們拿到股權之後 伊朗拿著沙國的錢購買 或者是讓中國來開高鐵 所以這裡頭有錢 有石油 有融資 大家在基礎建設的捆綁這個模式 經濟效應可不只是政治的捆綁而已 所以有沒有可能也包括了中東經濟圈就出現了 因為這裡頭還包括了軍事武器的購買 沙國沙特的部分 伊朗來購買中國軍事的武器 而伊朗自己本身也製造很多的武器 沙烏地阿拉伯或者是阿拉伯國家們 其實現在自己本身的勢力會越來越集中 來看一下其實除了中東的部分之外 最近美國的內部 現在因為川普的部分 最近他的聲望很驚人 遙遙領先他的競爭者了 他非敵紐約即將要應訊了 支持者沿路歡送 那麼針對現在最近 因為封口費的這個案件抵達 紐約要受審 有沒有可能非但這個案子 對於川普沒有任何的部分 打壓的影響 反而刺激 因為現在最新民調48%共和黨人 支持川普選總統 川普來勢洶洶了 那麼這個部分究竟 包括連最近的要跟蔡英文見面的麥卡錫 都說 檢方試圖干涉大選來支持川普 美國自己本身內部的部分的問題 究竟包括在國際關係上來講 有沒有可能對於中東的問題 反而無力來處理跟解決呢 蔡委員 這一次的OPEC要石油減產 其實減產最多的是兩個國家 一個是沙特要減產每天50萬桶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俄羅斯 要減產50萬桶 兩個加起來就已經 所有的減產數量的價格 超過一半以上 這兩個國家基於什麼動機要減產 很清楚 就是俄羅斯需要龐大的資金 因為如果價格再跌下去 他收的錢越來越少 這個沙特也一樣的 前一段時間他剛剛踩到 瑞士信貸的地雷 賠了不少錢 可能也要補回來 還有他要蓋一個新的城市 這個地方也需要籌值足夠的資金 當然不允許石油價格 繼續往下跌 現在石油價格不往下跌的話 就會開啟一個通貨膨脹的預期 通貨膨脹的預期 就讓人家覺得美元的利息 還會再往上漲 美元利息往上漲 美元的價格就往下跌 甚至於美元的匯率也會往下跌 看在目前正焦頭爛額的 美國總統拜登 跟財政部長葉倫 他已經一想心裡面就發毛 這樣下去還得了 美國的經濟衰退已經夠慘了 接下來通貨膨脹又要重啟的話 不是雪上加霜 所以當然會對沙特 給予某種程度的口頭上 的一個批評 但有用 這實在是沒什麼太大的幫助 現在沙特 因為已經沒有來自伊朗的威脅 以前沙特非常害怕 來自伊朗的威脅 現在經過 中國的挫合以後 兩邊不只是要建立外交關係 而且昨天 伊朗跟沙特都宣布 伊朗總統要訪問沙特 現在又談到說 伊朗願意把他的高鐵計畫 讓沙特來投資 因為伊朗有一條高鐵 是從他的首都德黑蘭 到他最東部的一個城市 這個當時1000公里的一個高鐵 基本上 中國提供80%以上的貸款 現在變成股權的話 沙特想要有這個投資機會 因為伊朗就是8000多萬人口 他的高鐵保證有人做 不會賠錢的 所以這個基本上不是問題 所以這是獲利很好的一個高鐵 好生意 好生意 所以對於伊朗來講也很好 你資金由沙特到伊朗 然後伊朗到中國 中國再到伊朗 形成一個很好的 一個一帶一路的良性的一個循環 我覺得是很好 至於川普很特殊 這兩天因為什麼 AFV女性的事情被起訴 他的民調昨天這樣做完 民調竟然是多少 48對19擊敗誰 擊敗佛羅里達州的州長迪森德斯 所以這種事情越鬧的話 我看拜登如果沒有辦法 在明年總統大選之前 把川普抓去關的話 我看拜登已經落選了 請您稍微休息片刻 再回到新聞大白話 歡迎繼續回到新聞大白話 我是王上志 那麼川普來勢洶洶 其實現在6月前 拜登總統其實本來 就是要跟麥卡錫 特別要談國債上限 避免違約 國債問題其實一直是彥倫 包括拜登現在政府 很頭疼的問題 現在包括現在中東 這個油價部分上漲 賴教授 其實這個部分看起來 真的拜登頭疼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老梗 也是老把戲 因為過去也有發生過 也就是兩黨不同黨在執政 然後也是國債的問題 到了上限 然後越來越接近 現在是在考驗誰的耐力 也就是說到最後 一旦如果真的美國倒債了 這個在美國過去 歷史上沒有發生過 沒錯 那由於沒有發生過 所以到最後都會 雙方都會讓步 也就是說不管是共和黨 或是民主黨 到了臨界點的時候 雙方都會各讓一步 然後就讓這個危機化解 可是那是在過去 對 那為什麼我們會強調說 那是在過去 是因為再怎麼樣 過去的民主黨跟共和黨 都以國家的大舉為重 這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就是以避免 整個國家社會分裂為重 可是現在不一樣 從上次的川普的選舉 其實從高爾的選舉 小布希那時候 已經開始看出來了 一直到希拉蕊 到現在川普的選舉 美國社會是撕裂的 那麼撕裂的時候 兩黨都已經不再 以國家大舉為重的情形下 我倒認為過去的經驗 就不能夠用在這一次 所以相當有可能 今年的六月 有可能倒債的可能性 就會發生 所以我覺得就不能夠 再用過去的案例了 所以我認為 拜登不能夠掉以輕心 拜登不能夠再以為說 共和黨最終還是會顧全大局 以國家利益為主 我覺得這不一定了 這一點我是認為 拜登如果過度樂觀 拜登會自己 給自己的國家帶來 永遠沒有辦法彌補的險境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您提到葉倫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最主要的是 來自於美國 拜登的十願而非 又是說一套 做一套 美國當初有跟沙特阿拉伯保證 說當我的戰備除油 要開始溢注了 因為美國當時 在面對石油危機的時候 他是把戰備除油拿出來 大概用了幾億桶 他現在要開始補了 要開始補了以後 他當初有跟沙特保證說 我一定會向你買油 結果沒有 沒有買油以後 沙特就覺得說 你又在玩我 在騙我 因此當他發現 拜登開始在補戰備油的時候 買自己的油 他瞬間他馬上召開 這個OPEC的會議 然後強調要115萬桶 然後再加上俄羅斯的55 還是60萬桶 這樣一加起來 那就是100多塊200萬桶 再加上之前 他們已經減少200萬桶 你想想看 這個當然國際的期貨的石油價 當然就飆起來 FED就痛苦了 因為當油價一上來以後 通膨看起來又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 FED要不要升息 所以我覺得目前來講 拜登自己本身的言而無信 給自己帶來麻煩 確實 而且現在包括 美國國債的部分 也包括像大陸 日本 沙特其實都是有很多持有的 持續值得來關切 稍微休息片刻 再回到新聞大白話 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在中東的 大陸跟沙特跟伊朗的 相當越緊密的關係中 包括軍火本身的採購 李昂君 我覺得歐亞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看成 一個大陸塊 連接在一起的 很可惜 就是中國東邊跟歐洲這個地方 就中間中東這塊地方的話 因為長年以來 因為宗教或者種族的問題 就一直是爭論不休 現在中國如果說能夠把伊朗 跟沙烏地阿拉伯 之間做一個調和 排除他們的這些旗艦 跟這個矛盾之後 然後大家共同協力 中國提供這個技術 基建的技術 然後伊朗它有人口的紅利 然後沙烏地阿拉伯有這個資金 能夠在這個地方 然後排除掉人民之間 宗教上面的一些隔閡 或者衝突的話 然後讓它連成一塊地方 其實對整個全球的人類來講 都是一件 應該一件是樂觀其成的一件事情 另外中國慢慢從美國 撤出阿富汗之後 它的軍事勢力也慢慢已經退出 現在大概在敘利亞 還有少數人駐軍 那他們也發現說 中國來講的話 很多軍務已經慢慢 就是已經水準 已經達到世界級的水準 所以不管是沙烏地阿拉伯 或者是伊朗 他們也都願意跟中國 採購這個軍事武器 從軍事武器到經濟的合作 到技術的建設 到基礎建設 我覺得中國將來 會在中東這邊 在特質地的下部 可以去討論